耶稣,多謝天父,神是非常好的,神是會有恩典的 我們今天的訊息講到踏出去進入時奉,激勵大家進入時奉 很多人說,我來只是想我得幫助先,我只是想我搞定我的事 時奉那些又要付出時間,又要付出代價,我不太想,這不是我最大的動力 我希望大家能明白耶稣所講的說話,耶稣馬帝福音室一章二十八到三十節 大家可以看著我,我們先看聖經,耶稣說,勞虎擔重擔的人 可以擋我者,我便使你們得安息,這是第一種安息 然後他又說,我心裡柔和謙卑,然後又說,你們當負我握,學我仰式 只要你們心裡必得享安息,即是親近神的安息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負耶稣的握,即是做耶稣吩咐我們做的事 然後學耶稣的生命,即是跟著耶稣的路 有些人只想第一步,即是說,總之我搞定,我又上天堂又平安輕鬆就行了 他以為這樣就能夠進入神最高的祝福,其實不是的 他亦都覺得,好像我有神,我有世界,我兩天都有 但其實越是這樣的時,越有世界,越影響我們,越得不到神的祝福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真是說,神啊,我們跟著你的路就是怎樣呢 付耶稣的握,那握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那些牛耕田的時候,就撈在肩膊的頸裡,拉那個泥就耕種了 即是說,你跟耶稣一起耕種,就是跟耶稣一起侍奉 以及學耶稣的生命,這樣呢,你的心就能夠享受安息了 即是說到,你想真的整個人得意志 有些人,總是經常註某一德意志,總是釋放不了 當你侍奉神的仇,會有更大的祝福,更大的意志 為甚麼會這樣呢 因為當你註某一人身上的仇 就是幫人的時候,第一,你會忘記了你的煩惱 就是你幫人,你為人祈禱,輔導人,你會忘記了你的煩惱 第二,就是你越幫人,你發覺人的問題過了差不多 都是人的問題影響,內心的問題影響 那你又開始說,那我的問題也不是很大 跟很多人比較,很多人的問題也很多 我都不用那麼介意的 另外,就是神的同在 耶稣說,當你去凡我所吩咐,就是去全虎心使萬民 做他的門徒,和耶稣吩咐的都教訓他遵守 耶稣就說,我就常要你同在 直到世間的門了,他會有更大的同在 更大的同在的時候,你的心就更縮,更輕散 所以,你想完全得到釋放,得到神各方面的祝福 走上神的路,祝福人 每一次,如果你帶到一個人信耶稣,你真的很開心 那種開心,會將你的煩惱拿走 你的重膽拿走 你又帶到他,又愛主 一會兒說,我預言侍奉主,哇,你更開心 哇,原來一個果子可以這麼好 其實我們每一個,無論你是出去全虎心 或者在教會裡面,建立到任何的頂子妹 看著他一路成長,你都會很開心 整個生命就提升 那我希望大家都會渴望,神啊,我渴望 更加進入神的命定神的計劃 神的計劃是最好的,很多人就說 我都進入了很多男生,起碼我禮拜日來 我有些什麼機會我都來 其他人都給我一些自由 以為呢,其他地方我們跟自己就會更加好 其實呢,我一樣說,我們都要盡愛責任 我們要照顧家人,我們要做我們應該做的工作 但是你做的時候,一直讓耶穌帶著你 不是用猛症牢草,而讓耶穌的平安帶著你 教導子女的時候,你越是猛症,他越不聽話 哎呀,你真是厲害了,你整天玩手機,你整天玩遊戲 你越說去,他就越猛,他就越反叛 他就趁你不在那時候就玩 又到他大的時候,他就開始反叛了 但是我們越用神的方法,神去看重人的 你又說他,你是很寶貴,你很重要的 你看重他,那這樣就更壞了 不是的,你這麼重要 那你又可以支持給他一些的分享 你看有些人,他們的生命 有時候網上你都可以找一些這樣的資料 有些基督徒的生命真的很好 你看看這些人這麼厲害 也有些世上有些人,他們都很聰明 很有動力做事 你看看這個人這麼厲害 你想將來成為一個這樣的人 你有耶穌,耶穌都會幫你 能夠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那你就問他,你想不想啊 他說想 那你就一步步了 你有這個心頭真是好 先欣賞他,不要馬上叫他做什麼 你有這個心真是好 你有這個心,你將來就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 你想成為偉大的人 你可以有些什麼做更加好 就是這樣來引導他 讓他知道他成長 而且當他頑皮的時候 你就會說 當你這樣的時候,耶穌看到會怎樣 當你對弟弟這樣說話 弟弟會覺得怎樣 這樣引導,用問題的方法引導他 而不是說,你這麼頑皮,你這麼蠢,這麼沒用 你怎麼搞錯,你這樣罵弟弟 你這樣對弟弟不好 這樣的時候,他是受傷害 這個不是耶穌的方法 所以耶穌說,學我的樣色 所以我求主幫助我們 天天,首先從神得力 輕輕鬆鬆 不要那麼急,不要那麼猛 你越急越猛,就越不改變 你如果輕鬆一點,你的子女都喜歡一點 他說,我爸我媽現在乖,乖又不是乖 他說,現在好很多,開心很多,輕鬆很多 你這樣的時候,其實你是侍奉神 你照顧你的子女,一路走神的路 你是侍奉神 你不要以為是侍奉神,只是在教堂 是你在家裡,你就是侍奉神 你去上班,你又經常柔和謙卑 你又不被人影響,你又關心人 你又是侍奉神 想像這樣嗎? 那時候,你見到誰誰誰得祝福 第一,有聖靈的能力 你說要祈禱,他又得到幫助 所以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好了,現在我就在經文裡面 找出一些激勵大家侍奉的經文 第一,神一起讀 神喜愛我們連率 馬太九章十三節經常說 我喜愛連率,不喜愛祭祀 好了,我問大家識經 祭祀是誰做的? 是人做,是神做的 人做的 這樣,我喜愛連率,不喜愛祭祀 那這個連率是說神的連率 還是人的連率呢? 你想一想想 你想一想想 我喜歡連率,我不喜歡祭祀 他會不會說,我喜歡我的連率 我喜歡,我不喜歡你的祭祀 因為是,我喜歡你去連率 不只是祭祀 是哪樣? 第二 所以是人還是神的連率 是的,這個就是釋經 即是說你由上下能說話的方式 譬如你很簡單地說 我喜歡勤力的小朋友 不過你這句說話有些不一樣 他會覺得我不喜歡 就是,一個勤力的小朋友 勤力的人 勤力的人真的前同和限量 一個難度的人,他會有很多困難 當你對比的時候 你說勤力是說神,你說人 是人 因為你對比兩者 其實我們在解釋經的時候 我們都要用心去釋經 就是去小心分析 就叫釋經 很簡單,釋經你不要想 那麼複雜 譬如有些人寫了一封信給你 寫了一些字又不太清楚 或者有時候漏這個字 你會不會在想他在說什麼呢? 你會不會這樣想? 這就是解釋 同樣是聖經 聖經說得清楚 我們要解釋裡面到底是什麼意思 好了,這裡說呢 聖字在舊約來說 他們就是獻祭物 那在今天來說可以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獻上給神的東西 其實這裡 他不喜愛聖字的意思 不是說真的他不喜歡你獻上 而是他說 我喜歡你連率多過你獻上 當然神喜歡我們獻上的 但是神更喜歡我們連率 為什麼他喜歡連率多過我們獻上呢? 為什麼他喜歡連率多過我們獻上呢? 因為我們連率的對象是什麼呢? 是人 當你獻上的時候 當然你對神獻上是非常好 但是有時候你就是獻一個禮物 就是做一件事的時候 神就說我喜歡你做在人的身上 這樣的時候你就真正 你不是就是獻禮物 你獻上對人的連率 這個獻上這個禮物 神會更加歡喜 即是連率這個禮物 比較我們的錢更加重要 不過我們都應該奉獻錢的 因為你的心 你的錢在哪裡 你的心就是在天上 所以 即是說 當你連率人 神會怎樣看? 神會喜歡 當你看到人 你就知道這個人有需要 我幫他 神會很喜歡 所以就算你微笑 關心人 神也很歡喜 我想鼓勵大家 解釋經文 你不用看一張紙 你看著我 因為我想你感受 我心裏那種輕盛 感受我心裏那種火熱 所以我想你看著我 一邊聽的時候 一邊用靈來聽 一邊的心 一邊感受神的同序 一邊愛著神 神 我也想有這種連率 這個就是 用靈來聽到的方式 怎樣呢? 聽的時候不要說 連率 聽了就是 即是不太入心 而是那種心 是呀 我可以連率 我可以做到的 神啊你幫我 哈利路呀 心裏那邊一直有 跟神結連 這樣的時候 你的靈命就會 時時改變 每一次聽到都是這樣 每一次聽到都盡量 跟這個 廣道的人 連結 領受他心裏的靈 領受他心裏的火熱 和信息 好了 接著第二點 我一起讀一下 我們真心為神做小事 神必定喜悅 賞賜為尊重 所以我們更應追求 侍奉神更多 馬太十章四十二節 無論何人 因為門徒的名 只扮一杯涼水 給這小子女的一博 我實在告訴你 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這個講到耶穌叫我們侍奉 他是不是說 你做了一件大事呢 那我就一定賞賜你了 耶穌說什麼 是不是小事 也就是說 耶穌很欣賞我們的 就算一件小事 神也賞賜 我想問你 一杯涼水 你能做到嗎 做到 其實不難的 就是說 原來神是激勵我們的 同樣 你也可以激勵你的子女 你不要說 你要一百分 我才開心 不過你進步了 我就開心 他的那麼多進步 我們就開心 同樣神也是這樣 你的那麼多進步 我就開心 神就是告訴我們 你做一點我都開心 那時候你就輕省了 是不是 為什麼神想我們 事務的時候輕省呢 因為我們事務 不只是行動 是我們的生命 將來出來的 如果你的生命 很猛狀 就不是 就拆位了 即是你一邊建造 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 一邊建造 一邊拆位的時候 你會不會建屋 一邊建一邊 一邊建一會 今天上午起下午就拆 上午起下午就拆 會不會這樣 不會 但很多人事奉 就一邊建一邊拆 一邊建造 一邊建造 哎呀你們不愛耶穌 怎可以啊 你們不聽話 怎可以啊 那個生命 這樣的時候 他就一邊拆 所以我們呢 其實 事奉的果效 是在乎誰 在乎神 所以不用這麼急 你輕鬆一點 但你盡力做 盡力做到最好 我是盡力做到最好 但我不會揹著單子 即是我盡力幫了一個人 他改不改變呢 是他願不願意 但我都會想他幫他改變 但如果他不改變的時候 我不會說死了 我今天幫了一個人 他又不改變了 我就不會這樣想的 我繼續幫他 繼續 即是我的生就說 不要緊了 繼續去做就行了 這樣是不是會輕鬆一點 所以如果我們發覺 任何一件事 或者任何事奉的方式 令到你猛猛猛猛 有單子 你就要調教 其實我們每個都有這個智慧 怎樣調教呢 不要這麼看重的果效 就看重我有沒有中心去做 我有沒有投入去做 我有投入去做 那神歡不歡喜 神就歡喜了 所以一杯涼水 真心關心這個人 神就歡喜了 然後約翰12章26節一起讀 若有人服侍我 我負必尊重他 神就尊重他 當你給一杯涼水 神就尊重你 你想想 如果 你去一個國家 比如去到 即是看到那個元首 那個元首跟著說 我很尊重你 你聽完這句 你會不會覺得很驚訝 如果那個元首說 我很尊重你 而這個萬黃之王說 我很尊重你 是不是很緊要 其實我們希望大家 對於神的說話 和神的工作 看重點 看重點 你有信心 因為我整天都覺得神很好 我整天都很喜歡神 所以我呢 神說什麼 神尊重我 真的好 那耶穌 我就很上心的 我希望大家都上心 就不要說 神尊重我 哦 轉身又忘記了 而是我一路是服 我一路記住 當我這樣做 神尊重我 是不是很寶貴 不是說 我有什麼巴掌 我不是巴掌 但是神就是這麼好的 祂欣賞我們 真心服侍祂 不是說 我現在驕傲了 很厲害 我不是這樣想 我是覺得 我們人都是軟弱的 不過當我有心服侍祂 祂就尊重我 一起和旁邊說一下 如果我們真心是服 神就尊重你了 真心是服侍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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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點 一起讀一下 真心是服侍神的人 今世也得祝福 太十一章二十九節 我心裏有何謙卑 你會當父母子騙 學我的藥識 這樣你會心裏便得 學我的藥識 這有講到 當人附耶穌騙 就是和耶穌一同侍奉 同样,学耶稣的生命,侍奉的事,不要竞争,不要抢人,不要抢羊,不要做一些事只得到我的过效,不要利用人,是兴起人,两个很不同,我利用人去帮我手,而且我兴起他,让他发挥,即是有一天,如果这个人侍奉有更大的侍奉,你就祝福他,我祝福你,你要去到更大的侍奉。 即是说,这个人能够做更大的侍奉,有一天,如果他讲得比你好,我让你讲了,这个就是说,我兴起人,我不是要控制人,这样的时候,神就欢喜,学耶稣的生命,这样就怎样,心里就必享安息,享安息会怎样的,看看我这里, 表情和内心都很轻松的,我刚才领警办的时候,我想大家谈一些,耶稣你真好啊,即是多些,我们内心的反应,感情的反应,神对我们也很有感情,是吧? 神呢,圣经在西方的书三章十七节那里说,他因我们欢恩喜乐,不合而爱我们,请我们喜乐而欢呼啊,即是神都这么好反应的,那我们应该很有反应了, 譬如,浪子回来,那爸爸怎么反应啊?抱着他,又爱他,又跑过去啊,那儿子呢,最初反应是不是很好啊? 他说什么啊?父亲啊,我得罪你天,又得罪你,从今又不配做你的儿子啊? 他是不是真的接受他的礼物啊?他是不是觉得他爸爸真的爱他,好像爱他儿子那样? 不是啊,他还是讲回他的台词,他想定那句话,父亲啊,我得罪你天,得罪你,得罪你, 从今以后我不再配做你的儿子了,他是不相信我,所以这个儿子的反应其实跟他爸爸的作为是不相似的啊, 但我们可不可以说,爸爸,你怎样都接纳我呢?跟我一起说,爸爸,你怎样都接纳我呢? 你不计较我的? 为何你会这样的爱我呢? 我真的要回应你了,我真的要多谢你了, 我真的要多谢你了,我真的要享受你的安息了,我可以享受你的安息了, 我可以享受你的安息了,可以这样吗? 你试着祈祷,你不要说,神什么时候来,神都说了他会来的,是吧? 神又找我们先,享受耶稣真好啊,可以这样侍奉着呢? 可以,这样侍奉着呢? 可以,这样侍奉着有效的,是吧? 事实上,太多基督徒事奉的时候,是整天都说,哎呀,为何这么少人呢? 我要多些人,其实小人那天不要紧要的,小人那天你不紧要的, 小人那天你不紧要的,小人那天你不紧要的, 小人那天你不紧要的,小人那天你不紧要的, 你更加集中会帮他,这样的心态呢? 你就会没什么压力了, 好了,第四, 还有呢,如何激励我们的全方呢? 就是人一同读,人需要我,他全方的,我建立你不紧要的。 罗兰书十章十四节,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闹他呢? 未曾听见他,怎能闹他呢? 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你呢? 即我们不会传,他们不会听到,他们不会信的。 有些人说,我只是好的说话就可以了, 好的说话就好,这个是一半的。 他说,我经常都是好人的,我经常都是好人的。 那就做了见证, 人家不会因为你好人就信耶稣的。 即是说,有很多人其实是一个推堂, 因为他不想出声,他觉得, 说的那些耶稣好像会被人拒绝, 其实也是有些羞恥的感觉, 不敢说耶稣, 其实呢,我们学习什么呢? 哇,耶稣真是好, 就是经常都跟基督徒经常分享, 跟非基督徒就会寻找适合的机会, 告诉他听。 你会不会经常跟基督徒说, 哇,耶稣真是好,耶稣又在我身边做奇妙的事, 神又做好奇妙的事, 会不会这样说呢? 我希望大家都经常, 心里面经常想到神的好, 经常都说给人听, 这个就是见证了, 而你说的时候, 自然也会带出神的美好, 其实我们这个世代全福音有一个很好的工具, 就是影片, 我有很多影片你可以用的, 有全福音, 证明有神, 很多见证, 得到医治安慰, 有处理生命, 如何不被人影响, 如何能够开心, 处理家人的问题, 处理婚姻的问题, 大家可以用这些影片的全福音,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影片, 大家也可以把影片放在网上, 这是今世可以用的工具, 好了, 我们看到几点, 这里简单讲几点, 第一就是说, 神喜欢我们的连书, 一起讲, 神喜欢我们的连书, 神喜欢我们的连书, 还有我们一杯凉水, 神都欢喜, 一杯凉水, 小小的侍奉, 神都欢喜, 小小的侍奉, 还有真心侍奉得到神的祝福, 真心侍奉得到神的祝福, 还有那些人需要耶稣的恩典, 所以我要进入侍奉里面, 你进入侍奉, 你会想着我做传道人, 不一定的, 有些可能做, 但你就说, 我见到人, 我回来, 我就想着关心人, 祝福人, 即是不要只是聊天,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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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这些OK的, 不过你不要只停在这里, 你都要想一下, 今天, 这个弟兄姊妹今天, 她有没有些不开心呢? 她有没有什么困难, 当她说那些困难的时候, 你能够回应她呢? 这个也是侍奉你的, 你聆听到她, 譬如她说, 哎哟, 我儿子很激气, 那你就听她说一下, 问她怎样, 然后呢, 你就问神, 我怎样回应她呢? 首先就是回应她的感受, 我知道你很困难, 我知道你不开心, 我知道你有重担, 然后怎样去关心她的事, 也都可以说, 我们一起祈祷, 最好不要这么快的教导, 因为你很快的教导, 他一说, 我儿子怎样, 那你就会说, 你呢, 教儿子你又不要那么怯了, 你又要怎么样了, 那他听, 你每次来都跟我教导, 那他又会turn off, 就是他会不喜欢听你说话, 那我们听, 啊, 那儿子有时不听话, 真的很激气, 真的不开心, 是不是会觉得舒服一点? 因为他感受你的感受, 就是当我们感受人的感受, 就是人家觉得舒服一点, 然后你后来可以这样问, 那你有没有用什么方法, 帮你的儿子啊, 帮不帮到啊, 这个引导啊, 帮不帮到啊, 帮不帮到啊, 帮不到啊, 那你帮不到的时候, 那我们都可以说, 你试想想有没有什么方法, 那也都可以了解, 学习有什么方法, 譬如我今天所讲的方法, 就是体重的儿子, 体重他, 兴起他, 欣赏他, 欣赏他, 欣赏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你可以分享, 一边看他的反应, 一边看他怎样回应, 即是说, 譬如你一边说, 他已经开始叩头了, 叩头就是他不想听, 那你就停了, 那时候他明不明白呢, 我们要一边有互相交流的, 好了, 我们现在去第二点了, 即是简单说, 其实呢, 讲到详细怎样帮人, 辅导人呢, 我先讲一点点给大家听, 有机会可以再讲的, 好了, 第二点, 不侍奉神的人, 可以面对神欢, 有些基督徒有个错误的观念, 我总之想要上天堂, 我侍不侍奉呢, 那些晋级的基督徒就侍奉了, 传道人侍奉, 我这些呢, 是总之要进到天堂就可以了, 证经有个基督徒跟我说, 他说呢, 牧师呀, 考试有合格, 那我只是想合格上天堂, 其他我不做, 但我做最起码, 我做些什么呢? 我说, 你这个心态很有问题, 因为这个心态你可以, 你可以同神很有问题的, 因为, 就是圣经是告诉我们听, 我们不只是得到救恩, 而是圣经告诉我们听, 我们生命必定有果子的, 信心无行为是死的, 那我现在呢, 我简单说出六点, 那你可以写下的, 这里我没有写到的, 大家可以写下的, 关于得救之后的果子, 希望大家记得, 其实大家也可以录音的, 这个方法呢, 你就用你的手机, 你知道吗? 你的手机可以录音的, 你的手机可以录音的, 你就可以听回的, 那你听回呢, 是, 那激励性比你看这张纸, 你会感受那种开心, 感受那种力量,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悔改信耶稣就得救, 是礼物来的, 得救不是靠行为, 得救不是靠行为, 悔改信耶稣就得救, 因为得救是一个, 救恩是一个礼物来的, 但是, 一个人真的得救, 就会有果子, 那有果子有什么果子? 有三类的果子, 每一类有两点, 三类果子呢, 就是说一个人真的得救, 会有三类果子, 第一类是什么呢? 就是跟救恩有关的, 第一点, 救恩, 你可以写说, 救恩有关, 是什么呢? 就是悔改, 继续悔改, 继续信靠耶稣, 这两个得救方法, 对不对? 悔改信靠耶稣, 是会持续的, 譬如有个人说, 我几年前已经悔改认罪了, 求耶稣赏面了, 那行不行? 只是几年前, 现在都没有了, 我几年前做过了, 是不是几年前做过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持续的关系来的, 持续悔改, 持续信靠耶稣, 信靠耶稣的救恩, 信靠耶稣赏罪, 信靠耶稣的祝福和爱, 好了, 第二呢, 就是跟关系有关的, 关系, 关系有关是什么呢? 亲近神, 还有爱神, 耶稣说什么呢? 常在我里面的, 我有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然后那些不常在他里面是怎样的? 就像枝纸雕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观作火里, 烧鸟, 烧鸟是不是去天堂? 不是的, 即是人不在耶稣里面, 例如他相信耶稣, 但他真的没有祈祷, 他跟耶稣没有关联, 的时候,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其实神很知道哪个得救, 怎样知道呢? 哪个人有圣灵在心里面, 哪个人跟神有交流, 那人就是得救的, 怎样有交流呢? 即是神跟他说话, 他会回应, 神会悔解, 他会回应, 他知道这是罪, 他会信靠耶稣, 求耶稣圣见他, 求耶稣帮他改革, 这就是一个交流, 就是亲近神, 有神在里面, 就会亲近, 我们看到圣经的话语, 我们思想圣经的话语, 会祷告, 耶稣啊, 你帮我, 神又会感动我们去改变, 如果有个人, 祈祷就是这样, 神啊, 求你医我, 求你给钱我, 求你叫我快点有个女婿, 快点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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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女, 快点结婚, 快点有三孙, 如果你只是求这些, 未必得救过, 因为, 得救一定是和悔改, 和耶稣的救恩有关的, 好了, 先说到关系, 亲近神, 还有另一样, 就是爱神, 在高龙德前书15章中说到,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助可奏, 爱神也是一个我们生命里必然的果子, 当然, 爱有很大爱和很小爱, 但起码你会觉得神是好的, 我感激祂, 我喜欢祂, 起码你会有这个心, 就是说, 神啊, 我来教堂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我已经给你面子了, 你还要我做什么呢? 这种心很藐视神, 它是可以不得救的, 即是个人没有这种心来, 爱神, 这就是关系了, 而第三类就是行为有关的, 那是什么呢? 遵从神, 和侍奉神, 遵从神, 圣经有说, 《马太七章11节》, 凡清父我主啊, 主啊, 这人不能都进天国, 为了遵能我天父, 指以你才能进去, 到那里有很多人跟我说, 我不是奉你一名, 全都奉你一名, 管鬼奉你一名, 行去的二龙一, 耶稣就说, 我实实在告诉你们,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身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我想问你, 这些人, 又不能有天父啊? 他说, 主啊,主啊, 即是他们有做什么呢? 有祈祷, 但是他没有尊重神, 所以尊重神, 是得救的必然果子的, 譬如他想耶稣, 但他继续有依赖, 他继续一直看色情的东西, 一直在色情里面, 这些罪可以将它捆绑, 在《加拉太书》五章里讲到,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言献的, 就讲到各类的情欲, 就是讲到, 譬如贼道, 纷争, 扰乱, 其实有时候基督徒也会有, 接着他说,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即是我们继续在这些罪中, 没有悔改, 是可以不承受神的国, 所以我们知道, 性是警告的, 譬如说, 不饶恕人的过犯, 天父亦都不饶恕的过犯, 即是说, 不饶恕可以令人失去救恩, 当一个人一路生气一个人, 一路生气一个人, 一路生气, 像素罗、生气大卫那样, 可以离开神的, 所以, 神吩咐我们做这个必然果子, 但不是靠张从神得救, 而是你真的得救的时候, 你不会继续去得罪人, 继续去伤害人的, 然后第六点, 就是侍奉神的, 马太25章, 有三个比喻都是说过末日的, 十同里, 这个就是我们有没有预备救恩, 即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救恩和神的关系, 这个由可以是救恩, 或者是神的同在, 圣灵的同在, 然后第二, 就是五千, 二千, 一千两文字的仆人, 一千那个埋藏了, 接着又怎么样, 是不是去天堂了, 赶到黑暗里面, 一千真的没有用到他的恩赐, 第三个比喻就是绵羊山羊, 绵羊就是做在小子身上, 这个人尽量永生, 山羊就是怎么样, 没有做在小子身上, 没有做在耶稣身上, 就不能永生, 即是说, 耶稣救了我, 就捉住我要去侍奉神, 就是你不要这样想, 而是呢, 我们可以祝福人, 是一个恩典, 我们越祝福神就越喜悦, 神就常与我同在更大的祝福, 即是说, 你更新了生命, 当人得救的时候, 我得救, 我看起来落地狱, 第二天去到天堂的时候, 有个人做了这样的画剧, 就是有个人在地狱那里走上来, 全身都是血, 三日烂世走上来, 哎呀, 你那时候和我一起在学校, 他们说, 这么多年, 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耶稣是真的, 没有告诉我, 真的有天堂地狱, 即是有一套故事的画剧, 就是告诉他们, 你和我做了朋友这么多年, 你都没有告诉我耶稣, 就是我们想一下, 我们有耶稣, 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 所以呢, 我们就说, 原来, 侍奉神是必然的, 即是有些基督徒说, 我不侍奉神, 我只信耶稣上天堂, 这样的时候, 他的信心是有问题的, 但我们不是靠侍奉神的, 我们一起说, 我们不是靠行为或者侍奉得救, 我们不是靠行为或者侍奉得救, 我们是悔改信靠耶稣的救恩得救, 救恩是白白的礼物, 但当人有救恩, 他的生命就改变, 他就会记出果子, 如果他的生命没有改变, 他的信心是死的, 他的信心是活的, 就一定有改变, 因为神的同在会改变人, 哈利利亚, 你认同啊, 还有我们都要侍奉啊, 都是的, 但乐意去侍奉神, 哈利利亚, 好了, 不侍奉可以面对审判, 第一, 就是说, 没得走鸡, 第一, 一起读一下, 神是测漢所有人的心态, 我师父, 每人必要向神交障, 无人临同缺, 启示了二章二十三节, 我是那测漢人肺虎心肠的, 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各人, 这里讲到, 神是测漢每一个人的心肠肺虎, 并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我们, 我们可不可以逃脱神的眼目? 可以, 不过很多人是以为可以的, 等待日先, 我现在呢, 惯着世上的事, 将来先, 很多人呢, 他的心态就觉得, 慢慢来吧, 他没有想到, 现在我的心, 神看到的, 他没有想到这件事, 即是他觉得, 我不是那么爱神, 不要紧要的, 我希望大家看到, 神现在看到你的心, 一起说, 神现在看到我的心, 神知道我的心, 是不是真的爱他? 神知道我的心, 是不是真的爱他? 神知道的, 知道的, 有没有得走鸡? 没有得走鸡, 所以当你知道神看到, 但是很多人真的, 那种心态就觉得, 哎呀, 不要紧要啦, 慢慢来啦, 哎呀, 那种心态都会觉得, 上教堂呀, 事奉这些, 真是很次要的东西来的, 不看重的, 我希望大家, 事奉神是福气来的, 神看到的, 好了, 第二, 将恩赐埋藏了的人, 要在黑暗的地獄里, 马太25章11节, 主人回答说, 你者又恶, 又懒得牧人, 三十节, 反正望的牧人, 雕在外面黑暗里, 再懒得必要哀哭彻此此, 那会不会有第三个地方啊? 就是有些人以为, 天堂啦, 地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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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信耶稣那些, 中间有一些, 就是那些信耶稣, 但是不侍奉神那些, 就去了这里啦, 会不会呀? 圣经没有讲到这个地方, 所以呢, 圣经没有讲, 我们不能够相信有这个地方的, 那就是说, 没有侍奉神, 是可以, 可以去到地狱的, 但是, 是可以, 可以去到地狱的, 可以是好, 就是由最轻到最多的, 那你说, 那我做最轻吧, 这种心态呢, 有时有些人, 他是不能够做得多, 譬如十字加上去琴道, 他有没有侍奉神呢? 有, 他有的, 他说什么? 你和我都有罪的, 你看这个人没有罪的, 他是荣耀耶稣, 然后他说, 耶稣啊, 你得过光能的时候, 你纪念我, 他是荣耀耶稣, 他公开的宣告, 很明显要看到, 他是捉住耶稣的, 是吧? 他这个是一个侍奉的, 就是说, 他的生命, 是彰显出, 他有耶稣在他心中, 所以呢, 有时, 有些人, 快要离世, 你带他去信耶稣, 我们不要说, 你有没有信耶稣, 信耶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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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得救了, 我想说, 如果一个人真是, 很迷, 已经很, 不清醒的时候呢, 那你可能做的不多, 但如果他稍微可以听到多些, 你都跟他说多些, 就算他不清醒, 你都可以耳朵说的, 说多些, 我们要清楚, 知道, 真是耶稣, 有没有救主, 你清楚信教耶稣, 拔住耶稣啊, 清楚悔悔认罪啊, 那我们就去到天堂, 如果不是真的去地狱啊, 就是说, 就算他躺在那儿, 你都告诉他, 心里感激神, 神为你预备一个天堂, 永远永远在那儿啊, 永远有一个住处, 跟神一起, 因为神是那么美善啊, 那么好啊, 你想永远跟耶稣一起啊,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都尽量让他知道, 我们要真是一生人得罪人, 我们要悔改啊, 我们真心去, 就是说耶稣是我救主啊, 并且都问他, 你多不多谢耶稣, 你爱不爱耶稣, 就是你帮他, 在那一阵的结果子, 因为他多谢耶稣, 爱耶稣都是结果子的, 就是让他即使有回念, 我正先所说, 有些人真的已经是, 已经是, 已经是进入最后的阶段的时候, 可能不讲的不多, 但是你都可以的时候, 你尽量不讲, 还有有时候的机会不多, 但其实如果你等到最后才存光, 是可以很危险的, 为什麽呢? 因为他稍微清楚, 他迷梦, 他不知道你说什麽的时候, 他可以不得救的, 所以你不要等到最后那时, 最迷梦那时, 你先传闻的, 应该是一早存的, OK? 好了, 不过有人真的那时候, 他真是真信, 他真是, 他心里面, 很信, 就是他这个心里, 耶稣真是好, 这样的时候, 他是得救的, 好了, 第三, 一起读, 没有服事, 或祝福弟兄姊妹的, 叫他永迎, 马太25章15节, 王妖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 既不做在我弟兄中一个罪事的身上,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 这些人要往永迎里去, 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 就是我没有做在弟兄身上, 就是没有做在耶稣身上, 就要往永迎他, 永迎是不是很恐怖的? 是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永迎, 千万不要先试一下, 千万不要试, 哈, 哈, 求主给我们力量, 靠着耶稣, 我们可不可以侍服神? 难不难? 其实是不难的, 好了, 我们说一下有什么可以侍服, 第一, 一起读, 眼前可以做的就会做, 由最简单的开始, 包括因为爱神而, 招呼人, 关心人, 为人祷告, 香港人, 帮助人清楚得救, 建立人的灵灵, 建立小组, 再教会各方面的事奉, 这些难不难? 其实是不难的, 你就是关心人, 祝福人, 为他祷告, 神已经用你了, 我都想说, 事奉都有分开, 有些是直接跟大事明有关, 有些不是直接跟大事明有关的, 譬如你搬椅子, 搬桌子, 做食物, 这些都是好的, 都是重要的, 都是一样需要人做, 不过我希望大家除了做这些之外, 都会做一些是建立人的生命, 传福音, 以及建立灵命, 即是说, 譬如, 就算你领唱, 敬拜, 不要说我记得我唱了几首歌, 接着我就唱了, 这样就唱, 这样的时候, 你就未必是带领人进入神的同在, 当你带领敬拜也好, 你就带领人感激神, 多谢耶稣, 就算你是伴唱, 你都可以有时这样说, 哇, 耶稣真好, 虽然是另一个灵, 但你都可以有时加句, 啊,耶稣真好, 我多谢你, 那你可以去附和带领那个人, 譬如那个人说, 我们爱耶稣, 那你就说, 我爱耶稣, 那你就立即附和他, 就是领那个人呢, 亦都是带领人, 那只是唱了一首, 就是第二首, 而是, 神啊, 你真美好, 我们感谢, 赞美你, 这样的时候呢, 你是建立人的灵命, 就是我们做什么都建立人的灵命, 我小时候呢, 曾经回主学, 但是我没有什么记忆呢, 他跟我说, 你想去天堂啊, 你知道怎么可以去天堂啊, 你真心有没有真心, 就是问我, 有没有真心悔改认罪, 求耶稣赦免你的罪, 你就可以去天堂, 我真的没有记忆, 就是我回主学呢, 起码我记忆, 应该都有可能一年多的时间, 但是我没有这样的记忆, 就是有些人教主学如何呢, 教完这一课, 一课讲什么呢, 讲完就是这样了, 没有将他应用在这个小朋友的身上, 他的生命和神的关系,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做什么都好, 都带领人去更加得到神的祝福, 你招呼人都可以说, 耶稣爱你啊, 耶稣祝福你的, 你看到他有些重答, 你都说, 有没有什么, 我可以为你祈祷啊, 就是在招呼人的时候, 你都可以建立人, 就是任何时间, 我们都可以建立人的生命, 好, 这个就是第一种了, 眼前可以做的, 最简单开始, 第二, 第二, 事奉最重要的是, 与大事命有关, 全方为外合定名, 即使做其他事, 都存着就是个目的, 这个方法我讲了, 第三, 已经参加教会多年的人, 不代表不需要降座, 这里所讲的意思是这样, 大家看着我就可以了, 是否回到教堂很多年, 你见他都很熟很熟的, 是否一定他和神有正常关系, 不是一定, 有些都是未清得得救的, 有些都是软弱的, 那我们见到那些人, 你回来, 可以关心他吗? 其实可以关心他, 你见到那些不是那么活跃的, 你就关心他, 那些活跃都可以关心他, 譬如他有活跃参与侍奉的, 你就欣赏他, 你真的做得很好, 很欣赏你的侍奉, 你就鼓励他, 因为他有时候他会说, 我有时候都觉得好, 做得不好的, 那你又告诉他, 你欣赏他好的地方, 他又说, 我唱歌声音不够好, 那你又告诉他, 其实就是鼓励他, 我看到你有心, 就算你声音不够好, 都不要紧的, 就是说, 当他跟人沟通, 关心他的时候, 他有时候都会说出他的困难, 就在他的事上去鼓励他, 就是什么人, 由大到小, 软弱的, 甚至到牧师传道, 那你牧师传道做什么呢? 你可能就说, 传道啊, 我有什么可以为你祈祷啊,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啊, 他都是开心的, 多谢你的信息啊, 多谢你鼓励我们啊, 多谢你为我祈祷啊, 是不是他会这么急, 说得开心啊? 是的, 你猜他需要不需要鼓励? 需要的, 你鼓励他是好的啊, 他觉得开心啊, 有力量啊, 我自己来说, 我是从神, 很有动力的, 我不是需要人鼓励我, 不过我欢喜人鼓励我, 不过有些传道呢, 他真的觉得有时候有点累啊, 哎呀, 我帮那么多人, 那些人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哎呀, 真的是不是受乐呢? 有时, 就是你不知道谁是, 有这种持续的动力, 那你是不是你都鼓励他, 欣赏他, 神都欢喜啊, 你欣赏人, 神欢不欢喜啊? 神欢喜啊, 接着第四,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入更高度和插入性的事奉, 大家看我可以的, 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更高度呢? 你帮得一个人, 当你帮一个人的时候, 你发现了人的问题, 就是呢, 都是类似的, 同理问题是类似的, 同神关系, 有担心, 不知道神爱不过他, 祈祷不通不通, 有没有力量, 然后呢, 家人的问题, 内心的情绪, 怎样跟从神, 怎样侍奉神, 是否很多人都是这些问题的? 那当你帮一个人的时候, 你慢慢发现, 咦, 我帮到他了, 那如果你帮不了他, 那你问传道, 我怎样可以帮到他了? 那你都可以问我的, 如果你事奉上有问题, 我在这里的时候, 你可以问我, 我怎样可以更加祝福人呢? 那我可以承认你的, 好了, 当你帮到一个, 怎样提升他, 是否可以帮两三个? 我可以帮两三个, 慢慢可以领小组了, 当你领小组, 你可以领一个, 你们的聚会了, 一路提升的时候, 当然需要训练, 是吗? 需要训练的, 那其实, 譬如在我的事奉, 你会看到, 其实我有很多事情在做, 不过你又觉得, 即是你仇奉好像觉得, 挺好的, 但你不要拆解他, 我做了些什么, 我有很多事情在做, 第一, 神给我有这个生命, 和神的关系很好, 我喜欢神, 你看到我这种喜欢神, 你在侍奉都学这种东西, 即是你见到哪个侍奉, 你都学他的侍奉, 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开心的呢? 这么轻松的呢? 又这么喜欢神的呢? 你又问自己啊, 譬如我说到, 其中一个突破呢, Ben Wong, 帮助我的, 他说起的时候, 真的有很多动作的, 那我, 都是受了影响, 但呢, 我不是只学那个动作, 而是, 我去想, 我怎样, 我里面有生命, 这种属灵的生命, 我又有其他, 有些牧师, 他那种和神的关系影响我的, 诗经, 我又看到不同的, 我的神学教授, 神学教授的诗经, 我又学了, 应用在我的术识里面, 他说, 我的声音, 就是由我唱歌的老师学到, 你听到我的声音, 很清晰, 很有共鸣, 声音是周围响的, 还有听到我的声音, 那句话有快有慢, 有停顿, 有重点词, 有不同的感情, 有激的, 有游乐, 其实我有很多东西, 是一路学习, 操练的, 还有我对于圣经, 我是熟悉的, 我是将它分析, 是怎样形容出来的, 这些都是预备我, 怎样侍奉, 还有有神的同在, 祝福人, 怎样其他时候, 不要担心, 不要忧虑, 轻轻松松, 当你一步步学习, 需要训练的, 你就能够进入更高的侍奉, 还有策略, 有什么策略呢? 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教会, 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这个教会需要什么提升, 那些人到底是什么层次, 如果一些人在层次, 都不想移动, 那你就移动他们, 他想移动了, 我怎么训练他呢? 当他肯去训练, 我怎么组织他们去侍奉呢? 当我组织他们, 我组织他做什么侍奉是最有效呢?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什么侍奉是最有效, 虽然我们什么侍奉都做, 什么人都帮, 但我们都说, 哪一样侍奉最重要, 在我来说, 我侍奉最重要, 是兴起愿意给神使用的, 兴起侍奉的人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一个人可以影响很多个人, 有些人他经常都很软弱, 经常都很多困难, 我都会帮他, 不过我主力不会放在他身上, 因为有些人他永远, 你帮他很多年, 他经常都说, 我都很软弱, 很无力的, 就是说我们放在他身上的力量,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是住在神那里, 就像耶稣说, 有四种泥土, 哪种泥土, 我们应该放多些注意力, 好土, 因为这个好土, 结果是很快的, 但是那些有经济, 那些你又不理他, 又关心他, 不过呢, 有时可能你要安排其他人去关心他, 也都去引导他, 让他知道神的尾线, 这个就是策略性, 一步步提升, 大家可不可以想一下, 你有什么策略性的侍奉, 即是如何进入, 即是侍奉都是需要策略的, 譬如很简单, 譬如你放假一天, 你会不会计划, 今天我做些什么, 做些什么, 譬如你买东西, 你会计划, 去了这里先, 又去那里, 去那里, 会不会这样计划, 这个就是策略, 买东西会计划, 你教制会计划, 但很多人没有什么策略, 就是发脾气就是策略, 没有策略就是失败的策略, 因为他没有策略就发脾气, 那我们教制就要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 是否需要策略, 需要, 不要不断地做, 虽然有些眼前去做, 但我们做的时候就问自己, 我如何提升, 我如何可以做得更加好, 我感谢神律, 有一个姊妹告诉我, Facebook的直播, 我听完, 我说这是一个好的工具, 那我就开始用了, 那这个有一个策略, 那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你都可以做, 都可以这样, 将我们的侍奉, 能够影响更多人, 那这个也是一个策略, 网上是一个好的策略, 其实在网上可以接触很多人, 好, 求主激励你的心, 你的心里面有没有火热, 我可以侍奉的, 和我可以进入不同的侍奉, 我可以给神大大使用的, 你和旁边的一方, 你可以大大给神使用的, 可以大大给神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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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耶稣, 师父们 interested, 那么要大给神使用的呢, 你让神使用的好心, 就那么要跟黄 filled, 想要对他和神使用的小人, 那是小人的小人, 那我们很听, 还因为神使用的有好心, 至少要适当 Leah马亚看来, 今天是神使用的小人, 尖区的小人, 一字花马亚看来, 很厉害, Mercurywag要是死, 哪一人很明天, 这村响, 你会这么说, 是有不少人的, 你会怎么办, 我会尽大差点, 你会随着有不少人的小人, 我不是在一个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